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聽得到嗎 欸 有聽到聲音嗎 好 大家早安 還在白昼之夜嗎 好 我覺得大家非常偉大可以來到這邊 在禮拜天早上 我現在先講一些就是不太重要的話 然後讓口音醫師看看有沒有收到音 那先確定一下大家有沒有都到對的地方 解釋一下on-conference就是說 沒有大家在手冊上面可能只會看到這一場 但其實現在同時在整棟building的各個角落 有不同題目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你不是被迫一定要來這邊 所以我想先確定大家是在一個甘願的情況之下來到這邊 因為其實還是有其他的題目 昨天大家現場提出來然後現場投票 好 這是govzero summit最特別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投稿如果沒有上 然後你很幹的話 你到現場可以再投on-conference 對 然後大家就會幫你討回一個公道 所以你就可以現在進行on-conference的議程 好 所以確定一下每個人都是知道還有其他題目進行的 以及你的口音現在是聽得到的嗎 請聽得懂中文的朋友也先聽看看好嗎 因為等一下如果有英文進行發表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耳機聽中文 好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不是唯一的選擇 然後你現在沒有要移動的話 那我們就 有開始 On-conference就是一個非常隨性的形式 但因為這一場是現在設定好的 所以我們稍微設定了一下形式 跟大家解析一下 所以我要和我解析一下 一些漏體的 330 gum 可能這如何投資呢 今天在这一天的想法 每个人都会有10分钟 分享他们的想法 在这个设计的提论 《Mistrust plus Tech》 他们会分享了解词 和其他设计的想法 和其他设计 然后,在10分钟 我会问一个或两个问题 然后,有两个问题 然后,有两个问题 然后,有30分钟 所以,请大家 请大家准备 准备 因为这就是整个问题 我认为这些设计 我认为这些设计 会成为这些设计 好吗? 好,那所有人昨天都有来吗? 昨天有听到Ethan Kino的请举手好吗? 好,还是有一些人可能 因为9点半实在不太人性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听到 那,我先recap一下 昨天KinoEthan分享了什么 好,昨天他的主题叫做 Mobilizing Mistrust 所以,他告诉大家 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现象 叫做,对体制的不信任 那,可是他秀了全球的排名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那个 对体制最信任的区域在全球 最高的就是亚洲,对吗? 好,所以我想先确认一下 我们这边是有多不信任体制 对于媒体,对于政府,对于大企业 你觉得 你对他们的信任程度 有超过50%的请举手 好喔 那没有超过50%就是剩下吧 还是说你有60%或70%的选项 好,总之不管 所以我们这边呢 是属于极度严重不信任的一群人 在昨天Ethan的分类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用 起义主义式的方式来回应 或是你用 组织内的革命的方式来回应 那我相信今天是Gov Zero Summit 所以虽然有一些人在组织里面 但大部分人在组织之外的话 我们都属于 起义主义的那一块 好,那在那一块之下呢 他分享了四个Approach to make social change 第一个是用体制内的改变 就是创造新的法律等等 或是用市场的机制 或是做一些 create new social norms 像是同志平权的运动 或是像Black Lives Matter Now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Coding 他用了他举了这四个例子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创造改变 而且是有实质意义的改变 好,所以今天的Unconference呢 就会作为昨天那个Kino speech的延伸 今天有两位 呃,台湾的组织的代表 大家都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吗 有参与过市场给问 或是总统给问的请举授 好,没有 那 有捐钱给透明主机 或是GCAA 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请举授 Good job 好 握草略信一筹 好 那两位居下来好好表现咯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两个组织代表 是因为他们都符合了刚刚那 都做了那四件事情 不管是修法的游说 不管是做Creating New Social Norms 这样参与政治 或是接触政治变得比较好玩一些 把门槛降低一些 或者是他们做了Coding 利用科技做了一些新的事情 然后让所有Change可以改变 甚至透明主机现在有Open Corporate 用市场的力量 试图来改变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所以这两位刚好是昨天Kino speech 下面最好在台湾的体现 那我们就好奇了 到底昨天那样子的概念在台湾做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成果 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代价 这是今天这Unconference 最精彩的部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两个组织 或是Ethan有什么问题的话 等一下都可以尽情的发问 OK 好 那我们现在先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讲者 绿色行动公民联盟的深翰 掌声给他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绿色公民集中联盟的洪生汉 那这是我今天的题目 我讲民族纪对话 就写很土的一个名字 就是 我不是很会做投影片 然后 常常都会想的是很老土的名字 可是我其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有点想要 其实有点想要呼应 刚刚智希在讲的一个事情 是关于那个体制的 那个提问的问题 或者Ethan在讲体制的问题 我必须说 我们在规划这个计划 或者是计划 就是这个计划 这个专案计划的时候 花最多最多力气在处理的问题 其实是不断的在想 我们怎么判断现在现存的体制 还有怎么去拿捏 我们的角色位置 跟这个体制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什么可能性 其实花最多力气在处理的 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这样讲有点抽象 等一下一起我们可以继续再 往下讲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知道 好 再往下 其实讲到 透明足迹的这个计划 可能很多人 现在 我目前听到很多人 还是当时最有印象的是 来自 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 我们揭露了这个 台硕六清的 大概有2万多笔的超标的这个事件 但是在我们可以看到 合法可以看到的记录上面 其实这些超标事件却消失了 我不讲它是隐匿 或者是篡改 但是至少在我们 应该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结果它都消失了这样 大家最看到的是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 现在应该是最多的人 其实有印象的一个事件 当时我们其实推出来的一个行动 好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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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其实就 比较简单的 讲一下 这个透明足迹 这个计划的 本体的架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最希望的是 以环境的资料 作为最核心的概念跟杠杆 是在最上面的部分 那下面其实这个环境的资料 就是连接到 其实我们希望可以拉一个 民间的透明足迹的资料库 那有这个资料库以外 还会要有一个对外去呈现的一个 网站平台 OK 那左边呢 其实很希望这个透明足迹的计划 不是我们绿蒙自己干 而是它应该要相牵在台湾各地的环境运动 甚至跟比较local的朋友的相关 他们所遇到的需求跟议程 可以相牵在一起的 这是在右边的这个部分 那左边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是希望可以把一些新的IT社群的一些力量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技术 或者他们目前最新的一些能够做的协助 也可以导引进来 那下面的一个部分 其实也是花很多时间的部分 因为上面其实大部分 其实是关于资料的处理 可是在下面的部分 其实是去设想 这些资料到底有什么应用的方式 策略 那因为资料是必须应用 你才能够去发展出价值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反而是从下面再往回推 那到底我们现在需要什么资料 但是下面的部分 大概有几个环节 第一个部分是 希望能够促成民间力量 他有更多知情能够去监督 環境的能力跟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希望可以强化政府 用资料来做治理这件事情 就是以台湾的状况来说 其实体制不是不存在的 其实体制摆在那边 以环境运动来说 我们不可 我几乎觉得不太可能 我所有的事情都跳过既有的体制 把体制当做不存在 所有的事情我来干不可能 我一定要去思考政府跟体制这个元素 到底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它目前的处境是什么 它有哪些缺陷 我不太可能完全跳过它的 第三个 甚至是从我们怎么从 跨界的污染转移的监督 回过头来去 去设定我们希望的 产业变动跟转型的形式 我当然现在讲比较抽象一点 然后最后一个是关于 企业的社会责任 确实我们这个相关的资料库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是对企业的 OK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很希望 能够去改变企业 管制企业的环境表现 都必然一定要透过政府 那我刚才说政府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们有没有更多 其实除了政府以外的力量 可以去跟企业再进行更多的博弈 尤其在它的环境表现上面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接下来再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再往下 好 所以比方说刚才在讲到六七 那个案例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发现了 诶 我们在原初不断的 24小时捞进来的资料库里面 居然有高达2万多笔的记录超标 所谓超标 就是它的这个时机值 大于它的标准就是超标 居然有这么多的记录是超标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意外 在我们原本的 在捞进来的资料库里面 好再往下 可是我们在政府提供出来给国会的资料里面 却发现 刚刚这些所有的超标的部分 居然都被一些方式 一些筑记的文字给覆盖过去了 我们看不到 就是说这是叫做 设备正在维修中 设备停止运转 看到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我只从最末端的资讯来看的时候 我是发现不了这些 看不到这些事件 这些微微的事件 好再往下 那这是我们刚才在讲资料库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其实做出来的网站的平台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会有 一定要有个地图的投资的系统 好再往下 那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超标的讯息 它的这个视觉化给做出来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比方说红色这一条是标准 那什么状况其实是超标 这其实我们大概也是 这大概是一个去把 把资讯给视觉化的部分 这当然是很基本的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再往下 好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上面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手上 可以得到的环境资料 其实是不够的 这个不够的意思是 不够的财阀的室友 因为以前没有财阀的室友 以前他公开出来的只有 他的法律 他罚多少钱 可是对一般来说 你只公布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花了蛮多的时间 要求把这样的资料给公布出来 好 所以当我们开始把 这些企业的资料给公布出来以后 你开始可以做一些相关的统计 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在讲那个卫生子之乱 对不对 卫生子之乱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那我们其实应该来买这个阵容 有几个厂商 他应该看起来是很环保 可是当我们去翻找他的记录的时候 发现这几个厂商 看起来他标榜很环保 可是没想到他的环境污染的违规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开始可以针对企业做相关 一些基本到进阶的统计 他的环境表现如何 好 再往下 对不起 再往下 好 那我们刚才在讲到 呃 我们开始可以比较 从围观到聚观 来看企业的环境表现跟记录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要挑战一件事情 就是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因为过去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 都是企业自己用自己发布报告的方式 自己去宣称自己表现怎么样 可是我们透过这些资料 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来定义 到底企业的环境表现的社会责任是如何 我们怎么去评价它 那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就看到 当我们在谈一个企业该负什么责任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它到底跟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怎么定义责任很重要的源头 是来自于它到底有什么权利 一个企业跟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才会出现它有什么权利跟什么义务跟责任 其实是在这里面 这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可是当我们看到在 谁比较有比较大的权力在控制企业的环境表现 或相关的经营的决策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现在台湾已经很清楚看到了 很多企业的决策最大的本体 不一定是那个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 而是来自它的母集团 而是来自于它供应链的品牌的客户 其实是更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把母集团的责任给辨认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在跟开放基金会申请的 这个Julie Me Grant的计划 很荣幸我们拿到了 我们弄了一个叫Open集团的计划 好 再往下 也就是说在我们记录裡面 我们透过一些社会网 在学术上面社会网络的关系 去把同样比方都是台塑集团 台塑集团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子公司 我不只要看到每个子公司 也许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子公司 我不只要知道你的记录 我要把所有台塑集团的违规记录 全部都加重起来 来定义你这个集团到底怎么表现 你王家到底在这里面做了什么样子 环境表现的经营的决策 好 再往下 好 这当然就是比方说像永丰羽集团 它是一个造子很大的一个集团 那它的这个相关的集团的社会网络 大家可以在这边去看很清楚 那会找它的核心公司 把它旗下所有的环境表现污染的记录 全部都算到这个母集团的身上 好 再往下 好 所以 我大概上面比较简单的用一些方式 因为今天比较时间有限 但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事情 可是回过头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还是说 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个计划 一个刚才说 一个是瓜葛话是 到底我要怎么去运用体制 我到底跟体制什么关系去解决问题 可是当你想我要怎么跟体制什么关系的时候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那到底这个对话怎么产生 那前面一个问题是 那到底现在对话有什么阻碍 这几个是我们大概看到现在最大的阻碍的 在环境一体阻碍对话的原因 第一个是不平等的资讯跟知识 我想这不用多说 第二个是不利大众参与的程序的设计 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是偏邪的利害相关方的角色的期待 这个话有点绕口什么意思 比方说很多社会大众觉得环保管制 就是环保这件事情就是政府的责任 那有些人会觉得企业对于不同的人之间 政府企业自己NGO社区之间 其实这个角色的期待常常是有一些偏邪的状况 它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分工关系的思考 其实在这里面就很难找到一个治理的相对比较好的平衡点 跟往前运作的一个模式 第三个是民间 第四个对不起 是民间没有自己设定议程的能力跟条件 因为大部分设定议程的能力的条件 都是在政府跟企业的手上 所以这里面因为民间一直没有这个条件 我只能被迫的跟着你的游戏规则外 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会非常非常多的不信任 可是回过头也是民间确实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设定这个议程 agenda 站往下 所以我们自己很希望 从刚才的那个问题的意思回头来看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原本政府提供的环境数据 可是这个政府环境数据可能是很难用的 可能是非常以政府的中心为思考的环境的数据 好 站往 所以第一个事情 我们是需要让政府的可以提供的环境数据 第一个他先做到透明化 然后他要是能够符合民间需求的 因为确实政府一定还是一个提供数据 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很难跳过他的角色跟责任 我把它当做不存在 但是我希望他提供的环境数据要符合民间的需求 跟他做到一定的透明化 再往下 再来一个是我希望民间也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环境资料库 因为我们把环境资料库建立以后 我自己才有办法可以在这个资料库面自己去找议题 而不是只能被动的回应政府或者是企业 丢出来的现在新的这些问题 而是我自己有能力去自己找议题 自己找到往前的路径 再往下 那这当然 另外一个是现在很多人在讲的是 民间的公民科技的 民间公民科技的监测的相关的这个数据 这部分是我们做的比较少的 那我们也 但是未来也很希望 如果可以把这个部分一起可以纳进来 也就是说包括是现在在讲公民科技里面 有一些庶民的实测 或者庶民的开始动手做的这种简单的技术 其实现在都越来越有越来越多的价值 好 再来 再来 好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会觉得说 在这三样的基础下 其实比较才有条件可以拉出 以民间为视角的环境治理的议程跟能力 你才要帮他把这个东西给拉出来 好 再来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谈的对话 在谈关于对话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当然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技巧 包括审议的技巧 厘清跟对焦的技巧 我们可以去处理 可是我其实反而我们在看到说 遇到的障碍反而是更前面一个 是对话前其实是先需要上桌 可是到底上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今天在这上面有不同的利害相关方 企业 大众 NGO 政府 那我特别把品牌跟母集团给拉出来 好 再来 在我们后来这段时间的经验里 发现能够让这些不同利害相关方 上桌 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对等的 关系的 其实最大的关键 其实是来自于资料 当今天有一些原初的资料放在桌上的时候 大家就很难再用自己本身 的权力或者框架 一定会有权力的运作 对不起我收回 一定会有权力的运作 但是你就很难去回避对话 去解决问题的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资料要放上来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 你必须去肯认不同相关方 在这里面的议程 政府一定有政府的议程 OK 企业一定有企业的议程 可是今天当民间有条件 拉出自己的议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不是 民间的议程当然不是唯一的议程 但是你可以提出来被肯认的时候 大家才有条件在一个桌上 去谈入更深入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甚至订定未来游戏规则的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如果在讲到 关于对话这个题目的话 如果从我们这个计划 再思考到对话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面 其实是有这些关键的概念 我们必须去促成 也许你说用技术促成 用设计去促成 也许是去用政治的方式去促成 但是这几个元素 是我们计划认为最关键的部分 那我的分享先到这边 谢谢 感谢深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用10分钟讲了他们从2015年 开始不断努力的结果 帮大家整理一下 刚刚他谈到那10分钟 可以把资料爬出来 然后可以做空气 分水的污染这些监督 然后连到母集团 然后再产生一些新的对话 跟议程设定 这件事情的根本是2015年 他们开始跟环保署 推动把资料放出来 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资料放出来 然后把这些资料 变成可以运用的东西 可以做到即时监控 然后用群众募资的方法 让大家在桌机上面 或是手机上面 都可以即时看到 你附近的污染源 以及他们被开发的记录 然后再来拿Gov Zero的Grant 然后再把它整合 后面这些公司的datase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哪一些被开发的公司 其实跟哪一些集团有关 然后接下来 你才可以去做 更进一步的修法的游说 所以里面就包括了 刚刚提到的四大的重点 就是修法 然后做coding 然后创造新的social norm 就是你打开手机 就可以直接做污染的观测 然后最后 有没有办法用市场的力量 来监督这些造成污染 然后违法排放的集团呢 这可能是他们的下一步 然后这过程当中 是很漫长的 所以其中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就像是像刚刚说的 如果没有data 这些事情做为媒介的话 一开始大家不会上桌 大家不会开始对话 大家可以想想 以前我们谈到环境议题的时候 台湾社会是怎么做 所谓的对话的 你们会看到所谓的环保团体抗争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 厂商说我们没有污染啊 我们没有污染啊 然后你可能看到政府说 我们都有在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就卡住了嘛 所以没有对话产生 没有对话产生 就会更多的mistrust 所以刚刚看到那是很经典的个案 怎么让对话产生 然后怎么tuckle 这样的mistrust 用到这一些不同的手段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时间 让大家问更多的问题 在主意开始之前 我想请大家 如果那边还有位置的话 请大家一路往那边移动 现在有一种搭捷运的感觉 请各位乘客往车厢内部移动 谢谢 好 因为很多人塞在门口那边 我想大家都是因为不知道 有其他场的on conference 这实在是很不公平耶 好 谢谢大家的移动 然后如果你们要坐下的话可以 除非你们想看主意 欢迎看我 对 我怕你们站得太累 但门口的朋友就可以稍微再进来一点 然后可能这里空气有点闷 因为挤着蛮多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睡觉的话 没关系 那我可以说有关系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掌声给卧槽的主意 谢谢 好 那各位大家好 就是我也很不擅长做偷影片 所以我是直接用一页一页一页的网页来秀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我本身我是卧槽先任的负责人执行长 除此之外我也是戈兰伟计划的发言人 那戈兰伟计划是一个推动罢免权的一个组织 那除此之外我也是台湾目前最大的一个论坛 PTT实验坊的官方粉丝团的团长 那在这段时间以来就是做了相当多的事情 那也在做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之下 呼应今天的主题来说的话 我本身是属于一个相对的比较没有很信任政府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在这边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先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是 当时我在一路推动罢免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台湾曾经出现了罢免蔡振元 罢免林洪池 罢免吴医生 这三位立法委员 当时罢免这三位委员 是由民众在戈兰伟计划的官方网站上面投票 那这时候选出的区域立委的第一名 到第79名的这样排行榜 我们针对前三名来开始进行推广罢免 那只是在罢免结束之后 后来我本身 我有被蔡振元委员告 那这边我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我在她的选区 内湖南港 这边扫街游行闹来闹去的 惹得她相当的不爽 可是除此之外 因为我就一路上 就是一群的体制 走着台湾的罢免法规 那在这个时候我来 推动罢免权 但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 收到了一张罢单 那这张罢单内容是什么呢 罚款60万元 原因是因为我宣传罢免 我们在小时候 我们都有学过宪法 所谓的宪法指的是 我们人民跟政府 约定的最根本的大法 那在这个法规里头 有规定说 我们人民有参政权 我们也有言论自由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宣传罢免 却被罚了60万 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 当时 当时 就是我的岳父岳父 他们提的 聘金是20万元 这60万够我娶三个老婆 这是第一个我不信的政府的地方 但后来有做了不少事情 后来推动法规的修法 最后把罢免的门槛降低 也把这条不得宣传罢免的二法给修掉了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小故事 也是让我觉得 有点不太信任政府的部分是说 在我小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国事会议 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东西 在这短短的四年时间之内 台湾举办过了好几场的国事会议 分别是像是 金帽改革国事会议 年金改革国事会议 这两个会议 我都是青年代表 那就像是这篇 在苹果日报的文章一样 那在这篇 就是我参与之后 所给政府的一些回馈 但在参加这个国事会议之后 我脑袋其实打了非常非常多的问号 我在这边 我是以青年代表的身份被邀请参加 但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何德何人来代表所有的青年 我讲的话 真的 就会比在座的每个人 还要更加的高深吗 针对年金改革 或是金帽 国事会议的议题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困惑 觉得说 体制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的情况 呼应今天的主题 回到科技的角度 这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利用科技 利用网路来做些事 那在这四年来 我和我的团队们 试着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挑战 首先第一个是 我在刚刚经过了 经贸国事会议 和年金改革国事会议的经验之后 紧接了 当台湾立刻要举办的是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在那时候 就是我就有向相关的单位 来进行游说 游说什么呢 这边第一个就是希望如何透过科技的力量 甚至是很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公民可以来参与国事会议 我在之前对于国事会议的不信任 就来自于说 为什么是每个只有特定的人 才可以上去表达他的意见 而这个时候我也成为特定人 但是可能有更多比我更好的意见 却没有机会加入进来 所以在这时候和他们谈的过程之中 是就像我把滑鼠移到这里的是说 在这个网站上面开始增加了一个这样的项目 有话要说 议题开讲 民众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把自己的意见 表达给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这个网站是我和我的团队们握草 然后的时候来制作的这个网站 当时会来制作这个网站 也是政府他们有进行的政治承诺 在这个政治承诺之中有提到说 让民众透过这个网站来提供司法改革的意见 在这时候我们终于有机会突破 国事会议的这个高墙 我们不是特定人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没有人 我们可以进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这是第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尝试 而这边也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经验 或是惨痛的经验 所以这边我也得继续推坑 等下一点半之后欢迎继续留在R3这边听听看 林一轩这位讲者分享她在司改国事会议 和沃草合作之后她受了多大的苦难 可以听大家聊聊看 好 第二个部分则是我们针对中正经验堂的 要如何转型 这也是沃草 我们从2017年的12月一路到2018年 我们已经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莲 我们举办了12场的愿景工作坊 在这边的话 我们试着让民众来表达对于中正经验堂 应该要怎么样转型 而在这一头也是 就像是刚刚在司改国事会议的想法相同 我们除了让民众透过神仪式民俗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出来表达意见以外 我们也多增加了键盘讨论 那在这边的话简单来说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表达意见的人 人数觉得有限 那因为时间无法配合 或是交通因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人 也一定很多 所以在这的时候 还是只能够运用网路的力量 运用科技的一个机制 让他们来这边表达意见 这是我们沃草在这边做的努力 当然在这边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今天如何在网路上面 能够做充分的讨论 这是沃草这边做的还不足够 是我们之后要继续进行的 现在只能够让民众来表达意见 我们手工的 手工的来汇整这一届人之后 提供给相关部会 像是以中生健康为例 我们提供给文化部 刚刚施改国事会议为例的话 我们提供的是提供给总统府 而这些东西能够达到多少的效力 以及民众能够在这边 如何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呢 那这边会是我们还打问号的地方 这也是未来无论是我们 或是其他组织要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做的事 那在这边的话 继续一路往下的则是说 不过又继续呼应今天的主题的话 在这时候我发现的是说 它可以打破不信任的这个事情 就是今天在所谓的不信任的话 是说今天我讲出去的话 我不确定能不能够进去被听到 那像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时候 当时由总统府的发言人 他就开记者会 然后来进行相关的政治承诺 像是刚刚这个新闻 是我跟总统府的发言人一起召开的 那或是另外一个新闻好了 另外一个新闻只是说 当时台湾一个特定的政党国民党 对于我们沃潮举办这些系列的活动 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忧 大家可以去搜寻几个字叫做 大政治风暴 就是说今天国民党的委员 就批评说 今天沃潮举办中文健全堂的工作坊 会引起大政治风暴 我想哇 中国风暴这么大 有到台风的等级吗 那后来进来的时候 可是就像这边我所提出来的回应 我们只是搭起一个讨论的舞台 没有带入热恨的立场 这也是透过科技的力量 或是透过一个所谓的制度的机制 在这边的话就变成说 今天我们只是搭起这个桥梁 而大家来表达这个意见之后 后来隔天这个风暴好像就消失了 那一路继续举办 我们也没有听到特定的政党 对我们进行批评 那我们做了这些努力以外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因为刚好大家很多人都没有举手 所以这次我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我们有推出来的 市长给问妈跟总统给问妈的这些专案 这是我们总统给问妈的网页 在这网页之中 可以让大家 在这边 机制很简单 就让大家可以来问候选问题 而我们则是去跟候选人来洽谈说 今天如果民众有一定的人数联署的话 那候选人就要上来回答问题 用这一页可以很简单的让大家看到 我们总统给问妈这个专案 我们是在2015年的10月底来上线 2016年的1月都大选了 可是我们一路到10月底才上线 有人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因为当时发生了混注时间 我实在没想过 谈了那么久的候选人就会被换掉 好 没关系 往这还是顺利上线了 短短的两个半月的时间之中 有16万人士上来连署 那候选人也有回答 当时已经进到了很最后的阶段 可是还是有三成的问题有被回答 这是我觉得相当感谢的 也在这样的过问之中 让民众无论他的背景是什么 无论他的信仰 他的价值观 他的党派是什么 他都可以来到这边 和每个人一样很公平的提问 那他的问题被连署 而候选人有 有义务过来回答 这时候简单来说 今天变成是我们不只是 能够被动的拿到候选的传单 或资讯 而是我们可以去向他们提问 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有做的努力 一路到了2018年的现在 我们做了什么呢 那这时候总统结束之后 今年就是县市长的部分了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在今年推出了六都市长给问吗 这段时间以来 这也是一个我们来试图 透过科技的力量 让不信任的这件事情 降低一些 让体制外的我们 跟体制内的人 有机会来进行对话 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今天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事情 可是科技也需要 跟一个东西来做结合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会需要 跟政治人物之间 来进行对谈 拉扯 已经消失的Nokia 曾经讲过一句 非常动能心血话 叫做科技始终来自 这边的话也充分让我感受到这样的感觉 就是今天 我们在跟候选人掐谈之间的时候 他们不会是乖乖的上来回答的 所以像2014年的2月3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超忙的 那时候我在拜会 要选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但居然有13位 这么多我一一的去拜访 而后的接下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都不停的去call他们说 哇 连署已经到了 请上来回答 到了2016年 总统给我骂的时候也是 在那时候通过连署门槛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不停的去 跟候选人进行拉扯 到2018年的现在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次挑战六都 有超多组候选人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很多的工作同仁的时间 我们都把时间花在跟候选人的来来回回之间 那只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希望可以让民众有机会 跟候选人来进行对话 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 然后来 让民众有机会 跟体制内的人进行对谈 握槽还有就许多的事情 包含我们的国会直播 让民众可以看到 国会正在做什么 我们透过漫画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更简单的了解 那个政治的时事 或是我们关键的事情 在做什么 那以及我们也透过了 许多的媒体实验 举例来说 像是这是一个案例 好 这个大概是 我可以继续播吗 时间没有很长 好 那 因为主持人没人讲话 所以我来试试看 听说CAMEN 呵呵呵呵呵 有点疑惑 有点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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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一定没有机会听过戒严例这样被宣布了 那接下来说 这是在七十多年前 当时陈怡所宣布的 当时台北要进行戒严 在那时候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228的专题 可在这时候 我们所在挑战的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是只有用文字的方式 让民众来看到说 今天228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我们跟地图做结合 让大家可以这样子跑透透的 那这时候 来看到说 今天228发生什么事 这样使得更多的人 愿意来阅读相关的资料 学到教科书没教的东西 我们也透过游戏的方式 让民众了解 今天实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做出了许多的 这些的挑战 我们握手会持续的努力 然后希望让民众的不信任 以及再透过科技的方式 然后来解决中间的冲突 那这时候我们希望 降低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主营 谢谢主营 是不是不参选很可惜 握草已经五年了 他们走过风风雨雨 然后我认识他们 就是在他们在成立之前 他们在想到底要成立什么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互动了 然后所谓的大大小小的风风雨 一直到现在 就代表了 如果在台湾 你想要做一个像 握草这样的东西 在国外 就会被称为Parlament Watch 你在台湾会做到 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人们会怎么看待你 我想握草这个组织 完全反映了 这整个现象 所以大家 主营刚刚介绍的 不管是他本人 还是这个组织 用了各种的方式 去推动他们所谓想要达到的改变 或是让对话产生 那大家怎么perceive 他们做的事情 或是大家听到他们做的事情 或参与他们做的事情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答案 在大家心里都不一样 那这可能是最诚实的答案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答案代表什么 那在台湾 如果真的要做一个 这样子的组织 或是你要创造一些新的改变 是关于政治的话 那有可能会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或要注意什么 这都是大家等一下可以问卧槽的 那最后是我们的Ethan要分享 那我想大家都在讨 前面两个组都在讨论 他们怎么用了data 怎么样用了科技的工具 来让mistrust这件事情 可以被稍微处理 或者创造更多的对话 大家至少可以愿意 所谓的上桌 但是科技这件事情本身 科技这件事情本身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包括假新闻 包括bubble 极端化这些现象 大家是不是现在开始不相信科技了 或是我们对科技这件事情 它真的来自于人性 然后它真的是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地方 它是像过去几年我们谈论的 走向一个更平等 然后大家可以组织起来的一个 中性的工具吗 对于科技本身的不信任 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今天讨论里面 另外很重要的核心 这部分我们要请Ethan 帮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掌声给Ethan Thank you so much The last two speakers introduced themselves by apologizing for not being good slide makers I'm going to apologize even further and say I haven't made any slides for today You saw them yesterday That's all you get So it's really helpful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how these ideas of mistrust are working in a Taiwanese context Our speaker from Watch Out referring to the fines that he's had to pay for speaking out you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how that would increase your mistrust in government in a situation like that But I wanted to echo a very important point that he made which is that mistrust comes from feeling like people aren't actually listening to us and the way that you fight mistrust as someone within government or within an institution is by genuinely listening and hearing and leading to change What's hard about this is that listening at scale listening to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in civics All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s an experiment in listening at scale The whole idea that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who listen to us and then speak on our behalf is an attemp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lets us listen more than we can listen more than we can listen as any one human being So I think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o be challenging all of these candidates all of whom say I want to be the person who listens The question is, is how? How do we do that very hard work of listening at scale? I really appreciated the contributions from our friend from the Green Citizens Action Alliance It's really inspiring to see examples of Taiwanese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to collect data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use that data to pressure not only governments but corporations to find ways to make change One thing I want to recognize is that we've just come from maybe ten years in this sort of open government space where we talk a lot about open data and ensuring that data from governments is open and that we can use it Often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missing data It's data that we don't have and often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it And that presents a whole other set of problems If the government has data If corporations have data we can demand that it be opened up But if the data is missing we need to do the work to actually go create the data When I heard you speak I was thinking about some of the work I've been doing with a piece of software called Promise Tracker The idea behind this is it's software designed for a community to map issues in their own neighborhood So for instance, if your issue is our sidewalks aren't safe there's holes in them they're dangerous to walk on we might go around with our mobile phones take pictures take GPS readings and make a map of where the problems are in the city so that we can then demand that it be fixed We've been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for many years now in Brazil and we've tried to go in the direction of adding sensors to the mix maybe a sensor for air pollution or a sensor for noise, for noise pollution Actually, we've found that it works best when we use citizens as sensors and what we measu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measure with our own eyes and our own experience Actually, the biggest success we've had with the project is from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monitoring what they get served for lunch in high school and this has proven to be very powerful actually The students are documenting that while the school is required to give them lunch every day they usually don't get fed and that when they do get fed it's bad food, it's cheap food and now the public prosecutor of the state is taking that data and using it to combat corruption so that's a case of missing data and I think looking for situations where we're missing data and citizen effort can fill the missing data is very powerful but I want to warn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that sometimes when we have data but we still don't get change coming from it that can lead to more mistrust I do some work in Ukraine and Ukraine has had a new reformist government the last four or five years and they've gotten very good at exposing government corruption they investigate the assets of everybody who is in power and they publish them and you will see that a member of parliament has five houses ten cars an estate a boat but the problem is each of the parliamentarians is only paid six thousand um Taiwanese dollars per month there's no way they could have all those things and so as we learn about this corruption what we learn is that everybody is corrupt and when you learn that everybody is corrupt and no one is going to jail your mistrust actually gets higher so one danger of the transparency movement is that if we have transparency but we have no change things can get worse in terms of mistrust rather than better last idea many of us in this room work with technology and we tend to believe that technology is a force for liberation that when people use technology well they will become more powerful they will have a stronger voice we have to be open to the same amount of transparency and mistrust that we ask from governments think about what's happening now with a platform like Facebook we're asking lots of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Facebook is treating our data carefully whether it's treating our speech fairly whether it's good for us or bad for us we need to be open to the idea that we're going to get these questions about any work that we do and particularly as we start working with technology that makes decisions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ople are going to challenge us on how we're doing that decision making we need to ensure that we are as open about what we're building as we want the governments to be Thank you Thank you Ethan 剛好 Ethan提到的兩點 第一個 先掌聲給Ethan 謝謝 Thank you Ethan for sharing So 第一點他提到的 Missing data這件事情 剛好發生在透明足跡專案 就是 把數據打開之後 有看到一些更嚴重的事情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因為如果只是把 像剛剛說的 把不對的事情曝光來之後 其實是加劇更多的衝突 或是信任 那不信任 那接下來你們那時候發現 並沒有開發 你找到違規的數據之後 但並沒有開發 你們當時候做了什麼 來react to missing data 然後組一可以回應另外一個 就是 用了新的科技 來讓大家參與政治之後 其實並不一定代表 大家就會相信你 對 這個東西 我想最常做直播的 握草 應該有很大的感觸 你們有兩百多萬人 看過你們的直播 不管是跟誰直播 對 所以我想分別就這兩點 請深翰跟足夷回應一下 那我們先請深翰 我自己覺得在剛剛智希其實問的這個問題 對不起 我先幫你 會有一點干擾 剛剛其實智希問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更公開以後 那大家知道了更多事情以後 然後呢 其實你應該在問的是這個問題 剛剛Eason其實有講到 那我自己對 如果就我們剛才像剛剛在講 六七那個例子的時候 其實坦白說我們面對 在當時把東西公開以後 面對一些選擇 一種選擇就是說 我抓著這些數據 不斷的去追打六七 這是一個選擇 可是第二個 我們後來比較選擇的是後面的 後面的是 其實這些數據呈現的是一個現象 這些現象是有背後的結構性的因素 跟制度性的因素的 所以我們反而在當時把它揭露出來以後 我們做的那個選擇是 還是回到我們怎麼思考 我們要全盤推進的軌跡跟角色想像 這樣講有點抽象 再說一次 我再更進一步說的意思是說 我們基本上認為今天 台灣的環境治理要 能夠再更進一步往前走 不一定是缺能夠追打 惡霸的環境英雄 而是要找到更多在不同位置上面的 合作關係跟角色 如果我今天的認知跟意識形態是在這邊的時候 我反而就不是 我們是最正義的不斷的去追打這個人 不是 這個事情太多人做了 不一定缺我們做 我們反而後來回過頭是 那我們怎麼透過這個事件去修補 其實在制度上面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在體制裡面也是有一些優秀的公務員 他們是真的想解決問題的 可是他們可能得不到很多相關的支持 所以後來我們的想法是 我怎麼利用這個事件引發出來的關注跟社會動力 幫忙去把真正產生這個事件 制度上面的原因把它給填補起來 在這個環節上面 其實我們是去跟體制裡面相對 我們認為比較優秀 比較有理想性的這些公務體系的朋友 是一個比較合作跟協同的關係的 這是我們當時的選擇 可是我這邊在講的一個事情是說 我自己覺得Data的這件事情揭露出來 當然一種最直觀的是 它是一種透明的概念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有點想要拉回到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如果是對話的話 我自己覺得對話它不是只是純粹 我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可以講起話來 就是所謂的對話 其實真的要能夠促成更多 好的品質的對話的時候 其實在前面的準備工作是非常重要 我說前面的準備工作比方說 我們必須去摸索那個邊界對話 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欠缺的是去摸索那個邊界 就是為什麼你在你的位置上 我在我的位置上面 可是我們的邊界到底畫在什麼地方 然後這個邊界 為什麼形成這樣的邊界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必須花更多力氣去摸索 這個邊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剛才說Data的揭露其實帶來透明 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Data成為一個可以進出邊界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在它可以進出邊界的時候 我們才有條件可以摸清楚這個邊界長什麼樣子 摸清楚邊界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可以這樣跟不同位置的人 進行真正我們期待的深入的對話 這反而是我們在Data到邊界到對話 我們自己親身感受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剛剛確實醫生說 如果我們一些資訊揭露出來 如果沒有再更進一步後續有產生改變 大家會不信任 確實是大家會不信任 可是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動態的關係 不是只是大家知道然後就要怎麼樣而已 而是你進入一個動態過程 我們怎麼去解決它 我們怎麼促成對話 怎麼把我理解對方的議程 對方理解我的議程 在這裡面對話才有可能產生 改變才有可能產生 所以這個回過頭 其實某個部分來講 我不覺得我們只是在跟政府對話 其實某個部分來講 其實我覺得對話的對象不是一個單一的個人 其實我們花最多力氣 其實是在跟體制對話 不是跟一個單一的個人或跟誰 我們可以展開對話關係而已 而是你怎麼跟體制對話 你怎麼接體制的球 你怎麼拋球給體制 然後確認大家對方接得住 然後在接得住以後 也許可以找到一些機會再往前走 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這是我們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其實觀察到的一些經驗 那對不起還是講得有點抽象 但是我盡量 我還是覺得把我想講重要的事情表達出來 謝謝 所以我要追問那個抽象的部分 就是邊界這件事情 可以具體的說出來嗎 對於公務員或是對於你們 或是對於體制的邊界是什麼 我想那個某種程度也是一種限制 就是他們能夠做到什麼 就是你所謂的邊界到底在實體世界 那是個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請你舉例 第二是萬一你們當時候沒有選 你們沒有把這件事情揭開來 然後用傳統的方式去曝光去衝撞 而是選擇去跟體制內的人對話 來修整這個破洞 那如果體制內的人不跟你對話呢 如果沒有那些願意改變的公務員呢 我相信政府有這麼多的部門 一定有願意改變跟不願意改變的 你們一定也碰過很多的就是釘子 或是被人家關門 那如果他們不願意做呢 那你們該怎麼辦 或是你要不要講一講誰不願意做 我覺得我們剛剛在講這一串 其實都會面對到一個很根本的 被質疑的挑戰 那質疑挑戰就是你想 你為體制想這麼多喔 你好像在體制裡面想要做一些比較有層次的思考 可是為什麼這個體制的掌權者 他一副就是要搞爛那個體制的樣子 對不對 什麼院長啊 那個對不對 他就是想搞爛這個體制的樣子 你還跟那個 我覺得都會遇到像這樣子的挑戰 但是剛剛在講的邊界的意思 當然邊界是抽象的概念 可是我必須說 比方說我們還是會很清楚知道 在不同位置上面的限制啊 經驗的限制 知識的限制 你自己利益上面的限制 其實你會知道有很多 你在運作的習慣上面 跟模式上面的限制 其實對方也會有啊 那 呃 在更 在更多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對話 沒辦法對話起來的原因 或者說無法大家希望的正向的對話原因 是因為 其實第一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限制是什麼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限制是什麼 我們把我們所謂各自的經驗就當做是 全部 就當做是 理所當然 我們在這個整盤的位置上面 看不到彼此為什麼在那邊 為什麼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當然有很多原因 他在那個地方也有很多原因啊 那 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自己的不如意 當成是 對方就刻意擺爛 對方一定貪官污吏 對方一定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可是當我自己的思考的方向 我想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他不見得不能夠做很大的衝撞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有一定的衝撞 可是 我到底想要改變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不容易進入 很有控制力的對焦 我必須這樣說 就是說 我可以把對方設定成一個萬惡 他把我設定成是一個大雕名 OK 我們都可以做這個設定 我們做這個設定 還是可以對彼此有一些衝擊跟衝撞 可是我還是要問我自己心中 最想要改變的那個點是什麼 那我怎麼把我們彼此的這個議程 跟交鋒跟張力 可以精準的控制在那個點上面 去觸發那個東西 而不是不斷不斷的插槍走火出去 插槍走火也很多人看得很爽 也很多人會看得很爽 這OK 可是問題還是最核心的那個點 我們怎麼精準的控制 可以去碰觸到那個地方 然後去解決它 這還是我在想的事情 所以應該說 包括是限制 包括是 還是要問我最想解決 我對這個事情的理解 最核心要去解決的部分是什麼 所以剛剛在講了六青的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有 我們討論過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種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但是我自己覺得 在過往的相關環境運動的經驗裡面 相對比較欠缺 那回過頭怎麼樣去把那個制度 這個東西的修補 可以做得相對比較好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比較是這個路徑 謝謝 謝謝陳翰 大會主題就是開放而然後雷 的一個最經典的案例 這是很深刻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有聽到想念的東西 Ethan you have some thoughts to share I just wanted to interject because I love this idea of data as creating something that we can talk about from both sides of a conversation that if we are activists on one sid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side and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at we can talk about it becomes a bridge that we can begin from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said was that if I don't understand your motivation I can see you as the enemy I can see you as evil I think for so many of these conversations the really hard work is to operate from a position of good faith and you have to assume that the person in the government actually cares about this issue and wants things to be right and they have to assume the same from you that's very hard when two things get high when mistrust gets high it's hard to do that and when partisanship gets high when we disagree over the political stance one thing we may want to think about is how do we get back to that presumption of good faith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TT Cat told me yesterday which was that during the sunflower protest everyone looked for this symbol everyone looked for the gov zero people because they were perceived as being neutral they were acting in good faith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echnology people can be most powerful as is to be those actors in good faith that everyone can feel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at least that's my hope thank you 所以剛剛有提到一個就是 科技是中性的本身的這個認知 讓大家願意在gov zero的專案上面都參與 那接下來就是主意了 就是科技是中性這件事情 或是說用新的數位工具 讓民眾跟官員對話 這個對話之後產生了什麼 是真的更多的信任嗎 大家真的覺得科技這個工具之後 所以你們應用了之後 真的帶來比較好的效果嗎 你們有很多案例可以講嗎 所以你可以好好分享一下 對話是很重要的 舉例來說就像現在 就像現在我就會需要跟大家 進行一個對話式 現在已經接近了用餐時間 我再繼續講一下 就會不會被大家圍毆呢 還沒 好啦 便當大家是一人一個鐵盒 不會因為我講九點 大家就沒得吃了 不用擔心 我們從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應該算是台灣 算是非常穩定 幫大家做國會直播的一個團體 我們從2014年的2月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國會直播 在那個時候我們遇到了許多的困難 很多時候 那個立法院裡面 他在討論一些議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把訊號關掉 這個時候我們會變成 只有看到藍色的畫面 不知道他在裡面幹什麼 或是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到 委員們不停的講話 嘴巴不停的動 可是一個聲音都沒有傳出來 因為他們把麥克風關了起來 在這個時候我真是深刻感受到 掌握店員的人 才是掌握一切的人 為什麼會提到這案例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直播的時候 不見的都是我們衝到裡面去直播 其實各位如果有繳稅的話 實際上我們透過納稅人的錢 政府是有在立法院裡面設置 就是那個直播的一個系統 那所以變成說 今天其實沒有沃草的存在的話 大家也還是可以看到立法院裡面在幹嘛 但這個系統有很重大的缺陷 就算他花了很多很多沃草的預算 他花了好幾千萬 可以做好多個沃草 可是他只要三四百人上去看的話 他就會當掉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去接他的訊號 我們算一個人 可是這都透過我們 別人來到我們這邊看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上限 就比他們的三四百人或是七百人 多了不少 至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當掉過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穩定的來提供直播的服務給大家看 除此之外 今天當他們把訊號關掉 無論是沒有影像或是沒有聲音的時候 我們則是衝到裡面進行直播 直接接我們的訊號 這樣一來的話 就算他們怎麼關 他們就會發現沒有用 慢慢的我們也改變了立法院他們的習慣 他們慢慢也就不關了 因為他們知道 關了之後 網路上只會討論的更大力 只會有更多人想要進來直播他們 這時候我們 對 我們也在衝撞了這樣的一個體制 但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就像智欣所問我的 我們就會遇到了一些挑戰 這邊的挑戰如果很簡單講的話 最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說你是誰 今天在直播的你 今天在做這些事情的你 無論是在做國外無雙 市長給問嗎 總統給問嗎 或是我們大大小小的專案 大家都會問說你是誰 所以一路到了現在 沃草成立了已經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一路到了現在的 可能我在這邊 還是不停地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誰 我們在做什麼 這是我們第一個在做的事情 我們是誰還是一個小問題 最大的問題則是 大家會在你身上貼很多的標籤 這個程式的問題則是說 你屬於誰 這時候我常會打很多問號 為什麼我不能夠是屬於我自己呢 為什麼我背後一定就要被貼標籤 一定要屬於某些政黨 某些特定的力量 當沃草在成立的時候 當時是2013年2014年的事情 所以台灣是有國民黨執政 在那時候我們在做國外無直播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剪了很多好球 烏龍球界外球 在這時候把不好委員的表現剪出來 所以很多國民黨的委員被我們剪了進去 因此國民黨的委員對我們相對的比較討厭 他們身上就會把我們貼了很多標籤 認為你是綠色的 那一路到現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可能出了批評民進黨的文章的時候 民進黨的人可能就是說 那你是黃色的 我現在都在等說 有一天如果是黃色執政的話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不過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誰了 我覺得這層次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今天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總是會常常被貼的這個標籤 就像剛剛我在演講的過程之中 我有貼 今天當我在舉辦中生健健堂的社會討論計畫的時候 像這個國民黨的委員就會貼說 你這是為了政治鬥爭 你這是特別針對國民黨而來的一個討論 而我們怎麼克服這件事情呢 在這時候就是可以呼應今天的主題 我們透過科技 舉例來講像是透過了國會的直播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嚴格來講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接了這些訊號發生出去 當然我們還有做很多創意的表現 像是我們會把國會的直播包裝成棒球 我們在事前會有預報 告訴大家說參賽選手是誰 當下的時候我們直播過程中 我們還有主播和球評都在模仿 就在模仿棒球比賽 事後的時候會有相關的戰報啊 還有那個精彩片段回顧 也就是我們剪的好球 烏龍球 街外球 那在這時候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告訴大家說我們的角色其實 扮演的是一個中間的一個橋樑 我們是很主觀的來做什麼嗎 其實沒有 今天委員們的表現都透過直播讓大家看到 也如果延伸到我們其他的專案 今天在總統給威媽 或是市長給威媽的專案之中 今天問了什麼問題 都是由四面八方的民眾來問 而不是臥槽本身來問問題 而今天候選人回答了什麼問題 也和臥槽無關 臥槽扮演的就是搭起的這個條樑 我們建起的這個網站 我們搭起的這個機制 我們去跟候選人來來回回的要求他們出來回答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扣著今天的主題來講 我覺得科技帶來最大的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在於說 今天可以讓民眾或是讓敵對方 也都比較相信 有機會來相信你 但有些人還是不相信啦 可是我們都只能夠盡量的做這個相信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遇到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你是誰 第二個是你是屬於誰 那這邊的話 我也要簡單的用30秒呼應一下 剛剛Eason有提到的 有了主持人肚子餓了 這邊就是剛剛Eason講的很重要的是說 今天我們做了開放之後 讓更多人看到問題之後 然後呢 只是在這邊的話 我覺得台灣第一個問題是 今天很多人都還沒有看到問題 今天讓大家看到問題的機制 還沒有很存在 我們國會直播一路做了 做到現在四年多的時間 但是很多人來看國會直播嗎 我需要打問號 還有更多值得開放的東西 但是在這邊還是很多地方 需要很多人做 也希望大家可以站得起來 第二部分的話則是 就像我個人 我會推動的罷免權的部分 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除了在監督以外 我們還需要 民眾需要有武器 來對抗不適任的政客 所以在這邊的話 像我個人會投入推動罷免 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武器 讓不適任的委員可以下台 那這樣的話也才成為我們民眾的武器 這時候不會是監督它之後 它不痛不癢 而是真的會對它在打擊 以上就是我的會議 好請說 你要問我肚子餓嗎 不是 剛剛提到貼標籤 那關於我們可以看到各國 在談open data 或是利用數位工具的民間組織 或是政府都好 他們都會遇到一個疑問 就是你是不是在做open washing 就是所謂的洗白 就是好你把data打出來了 你就是很透明嗎 你就沒有查任何東西嗎 或是你去用直播的方式 跟民眾對話之後 你講就是真心話嗎 然後國會就沒有黑箱了嗎 這個事情在各國 你做open government 都會被挑戰 那你們也做很多的直播 就像可能最近正義最大的一次 就是可能跟總統的直播 這些事情 你們怎麼面對open washing 的這個挑戰 就是你們會不會被政治人物當作open washing 的工具 或是說你們作為一個對話的橋樑 你們如此定位自己的話 那個設定應該是什麼 才不會被挑戰open washing 還是你就放棄了 就是我們就做吧 讓大家怎麼認定 不好意思喔 這問題其實相當難回答 這邊的話我也得 就是有發現了一個現象是在於說 可能像是我們做的司法給國事會議 讓民眾可以來上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帶到體制內之後 其實果然是有人先做了之後 各部會才會開始放效 我們看到就是說 開始有許多部會 會試著用類似的方法 讓民眾的意見進來 而反過台他們就可以說 有啊我們有傾聽民意 民眾有幫我們背書 各式各樣之類的困境 所以這邊我覺得主持人問得非常好 真的是一針見血 現在我覺得這邊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於說 可能就臥槽角色來講的話 我們試圖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我們希望呼籲更多人 來參與這些政治 這些機制被建立出來之後 它是非常珍貴的 原因是因為 今天等於是有一部分的權力 開放了出來 我們民眾可以直接接一路決策 這真是一個很荒謬的情況喔 今天他們政治人物的權力 是我們民眾給他們的 可是現在我們還得感謝他們 開放了一個口子 開放了一道出口 這個時候讓我們的意見 可以表達進去 但在這個時候我們民眾表達意見 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需要很多人來表達意見 如果今天只有十個人 一百個人來表達意見 卻成為部會的武器 或是政治人物的武器來說 你看民眾就是支持我的意見的話 這就是所以黃沒有的情況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覺得 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還是 這時候無論是臥槽 還是許多組織 我們要不停地呼籲公民參與 越多人參加的時候 每個人都存在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那個沒有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能夠降低 民眾 降低特定的政治人物 讓我們這個原本是 利益良善的一個機制 卻成為他當作民意背書的這個武器 這是以上我的回憶 所以 people keep asking me this question of why so many Westerners are getting on airplanes to come and visit Taiwan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projects like this it has to do with places where Taiwan is so far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how it's bringing technology into democracy I had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Watch Out managed to have 2 million viewers in a nation that only has about 20 million people the ide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would have 37 million people watching congressional hearings is impossible but part of it is that Watch Out doesn't just try to be neutral they try to be fair they try to be trusted but they also try to be innovative providing commentary providing a way to understand this and so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comment that I made about tech people being able to be the bridge it's not by being purely neutral it's about looking at systems that don't work and making them better in a way that can be trusted and can be fair and that's what Watch Out is doing it's taking this broken live streaming system that shuts off just when it's getting interesting and only supports 300 people and then it's adding different technology to make sure it's covering all the events and it's adding someone to help you navigate and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during those sessions so that's what technology can do at its best to add the transparency but just one note for the hackers in the room there's nothing more exciting than a bad broken system because a bad broken system is an excuse for you to get in and make something better this wouldn't happen ha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ut together a really great congressional live streaming service it happened in part because it built a really lousy service and then this guy had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it much better and so look for those situations where there's something where by being the bridge as technology we can make something like that Thank you 掌聲給三位講者 我很確定 我講一些話 大家可以想一下問題 接下來的QA 我很確定剛剛Ethan講的hacker 不只是工程背景的人 如果你有來參加過 Gov Zero G0V Hacker Song的話 裡面像我是個記者 我是個寫字的人 但我也可以在那邊 因為呢 整個政府呢 有太多的破洞可以找了 所以你不一定要能夠處理data 你不一定要能夠寫code 你都可以參與這個 找破洞的過程 而且你可以創新的 去把這個破洞補起來 所以 大家可以多來參加這個event 你就會感受到 Being a Hacker 是一個不太遙遠的事情 因為有太多破洞可以找了 好嗎 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現在我們 雖然林祖儀很想吃便當 但我們還是要進行一下QA 因為是到12點半 請說 我其實還是工程背景很不幸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 跟地圖相關的科技 那 我今天想要進行 我今天想要進行 河東 在哪 我們要進行 我今天想要進行 我們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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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要進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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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的不是感测器 缺乏的是自动器 就是你要有一个智慧的系统的话 除了要有感测器以外 我们其实还要有一些自动器 让感测到的东西能够回馈给感测到那边的东西 去做一些改变 它才会把一些小问题消除掉 才不会传致大问题等等的这些事情 不知道Ethan这边或者是两位 有没有什么对这方面的看法 谢谢 所以我喜欢你的想法 的感测器和动作者 在我认为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有很多问题 我认为有些问题 那我们就会想到 那我们只要有问题 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 我认为有多问题 我认为有多问题 的问题 这点是有一个能力 的意思 我认为有多问题 这点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有多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收拾 data,我们只知道 我们只知道怎么的问题是,但我们就不懂 怎么做的改变。 Where the Promise Tracker tool has been most successful 是当政府的办法是当政府批判它, 而说,你们感觉到问题的问题, 现在我们一起努力去解决问题。 there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i think when we create it in the future, we're only going to look for situations where we have a path between sensing and fixing because otherwise we just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problem. you've also said something very smart about localised problems. I'll tell you a funny thing about air pollution on the one hand it's a global problem on the other hand when you have very good air sensors you can actually have ten times as much pollution on one side of the street than on the other and so on many of these problems we actually have to be very local and very global simultaneously and local can be that great introduction to thinking more globally but you're right to connect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most issues can't just be fixed locally bu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locally you'll never fix it locally I would like to add on because when I mention actuated it doesn't have to be lobbying things yeah it could be any small people doing things locally that's right and in the promise tracker work we had this theory that people would create this data set and hand i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y would fix things and about half the time people would generate their own data and then they'd have a meeting and say we can fix this we don't need the government let's use the data to self-organize and I think that's amazing when that comes out of these project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could take questions ピタ chính sever me 我感覺有非常非常多的不信任 其實是奠基於無力 當我無力的時候 我會對非常大部分的事情都不信任 那我可能會去高度的信任一個 最誇張的事情 或者是最極端的事情 我可能會信任 但是我可能會對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不信任 這是我反而看到很重要的關節 所以我覺得不是資料出來 或者是科技出來 大家就會有信任 沒有這件事情 是科技出來 資料出來 怎麼讓覺得無力 自己覺得無力的人 他開始有力氣了 他開始可以想 他下一步可以做什麼事情了 這時候才有去累積信任的 前面的先決的條件 所以不管是你剛剛說 偏遠的地方也好 或者是什麼也好 我覺得那個相關的資料的受眾 或資訊的受眾 都不是一個蒼白沒有面孔的東西 那群人他接收到這個資料以後 只要他有覺得他可以做些什麼 今天不管在中央最掌握權力的人 他怎麼想 這個資訊的科技 都是有幫助 讓這個信任有機會再往前累積 或者是產生一些交通跟互動的可能性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 因為剛剛有講到幾次關於科技的中立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在對科技是不是中立的這件事情 可以有不同各自的設定 但是要把科技設定成中立的人 設定成neutral的人 我自己覺得 你必然一定會經過一關是 那誰來接住這些 一些其實相對比較無力的受眾的這些問題 就是說 你沒有可能 你把科技設定的相對是比較中立的 客觀的 然後很多事情就會改變 我覺得不會改變 你後面一定是有不同的受眾 不同的相關方 那誰來幫助他們 產生利益 設想他得到這些資訊後 後面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是經過這個過程 那有些科技的設定 他直接就要來幫助這些事情 那他可能就相對 不一定是一個中立的設定 你可以設定成中立 可以設定成不是中立的 可是我覺得 最大的環節是 如果我們要做出相關的改變 而不是過去權力結論的話 你勢必要把這些過程 全部都一起想過一遍 這是我的一些回憶 好 下一個問題 請你要問問題的時候 請直接說你的問題 以及表明你的身份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時間 然後不斷來感受到壓力 這邊先解說 我回向森翰講的 很容易 我上禮拜 剛好介入他一個TG Plus的會 然後各位知道那個賴月長 收過一個五萬塊那個嘛 那這個他是接受訪問後來 變成報紙頭半頭 然後我就跟他講這些 借一些的東西跟他講 因為他五萬塊算了 其實要背後要很多的 可是他最後講的是一個 Average的這個五萬塊 大家勞工的平均薪資 但是大家只聽到說 那我低於五萬塊 我只有三萬塊的話 我要跟賴院長要 所以這個我是建議他說 要從Data方面 他在形成這個決策論述的時候 前面那個Data要早一點去公開 他聽懂了啦 比如說這個Policy要聽懂 聽懂這個事情 他願意再盡量公開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整個普遍的資料素養 在政治行為裡面是太少 第二個是我們的媒體資料素養更是少 那一般大眾呢 能夠願意看資料的更是少 所以大家習慣就是懶人包 大家都很懶 懶人包從這個宣傳數字來看 所以這個可能是我們在運用資料裡面 還是避免不了資料素養必須 這種科技的素養必須在提升的原因 好 所以就是一個回應不是一個發問 那我們接下來一個問題 剛有一個 好 好喔 很巧 對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 那 確定喔 請說 請說 最後一個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 我們資料開發 好 staff 你們 ubsidi 大 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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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當我們在蒐集這些資料的過程之中 我們今天在蒐集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會整成相關的報告 然後提供給主者的那個部會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最主要希望可以達到的事情是在於說 讓那個部會 它的耳朵是被打開的 這個我覺得是第一階段 因為在這裡的話 當時會遇到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覺得政府做的事情好像距離民意很遠 因此可能當時發生了318的運動等等之類的 那目前的話 我們可能一路在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或是在文化部的中間堂轉型的社會討論計畫 甚至說我們舉辦的各種專案 可能像是市長給威媽的這些過程之中 我們在這邊就是主要是讓這些資料 有機會先進到政治人物的耳朵之中 而進一步的 他們能夠做出什麼事情 這邊的話就是 都還不一定 這邊遇到的困境就會在於說 他們有沒有提供給 有沒有政治承諾 有沒有承諾說他們會做什麼 那當然只是我們在做的過程之中 我們都會先去跟他們討要政治承諾 可能像在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的時候 他們政治承諾是說 民眾的意見進去之後 它的效力會跟他們在實體發表的相同 那這樣的話這個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它就只是一個資料而已 而在文化部的部分的話 他們則是承諾說 今天民眾我們透過十二場的願景工作方 還有我們在網路上搜集的意見 會成為他們修法的參考的來源 那這樣一來的話就代表說 我們民眾不是在那邊講空話 而是可以影響到修法 透過這些政治承諾之後 在這裡使得我們民眾表達意見是有所意義的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 但最後我們所遇到的困境就是在於說 他們是否會遵守政治承諾 我們會需要達成問號 所以這邊要呼應之前我自己所講過的話 是在於說我們民眾至少要有兩個武器 第一個是我們 使用モノ的文化這是在她音訪上面 這就是我們所為現實的 這就是何我們現在行動的 是我們希望有所想要幫助的人 包括政府和民眾人的 限職人的 學者想要想要收取數據 想要做這件事情 要現實的 要來它 想讓人体對這些人 想要帶來的 我們建議全集到 我們在用大器的一個技術 很多次使用大器 我有大器 所以我說我也會eletra you're wrong and the hope is that data is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but we both need to have the skills to work with the data to make that work and so i think what comes next after open data is data culture and helping bring data culture into government into ngos into the public as a whole but i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再按摩一下 我觉得我遇过很多政府里面的公務体系的人 他们都问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把这个资料开放出去以后 就可以处就比较有机会促成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之间的共识或搭设的共识 我问过我听过太多的公务员在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多时候觉得问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危险 我说问这个问题有点危险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对共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看它 今天如果我们两个人的利益站在一起 我们要产生共识非常非常容易 我今天跟不同利益的人摆在眼前 我们要产生共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要去设定一个对话 它必然的要达成的目的是共识 这件事情很可能让 这个设定反而会让很多重要的对话都落入无效 就是说其实它可以产生更多的意义的 可是只是不一定能够产生共识 但是有时候我们认为它没有办法产生共识 那这些对话或这些互动的过程都变得没有意义 不见得一开始的设定是要以共识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这里面的协商跟互动 其实有很多细致去琢磨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各自位置上面 后续可以做的事情 不见得是共识 反而太想要跟共识本身 不好意思可以对着麦克风吗 不然里面那个翻译的人都不知道 麦克风没变啊 没变 我知道我知道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对不起 就是如果太直接或想当然而的设定 共识作为对华的目的的时候 有可能会输入很多这过程里面的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反而观察到的事情 好 经过很多波折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conference 请大家给我们三位讲的热力热力 谢谢你们的参与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要综合国外跟国内的暗地人 好让大家听到一些很深入的东西 这个是Gov Zero最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结合各种观点的结合 那剩下一天的会期 期待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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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